你说得具体一些 好 深圳自办经济特区以后 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大幅提高 其中工业总产值啊 1982年达到3.6亿元 1983年达到7.2亿元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了 是翻了一番 比建特区之前的1978年增长了十倍 对 财政收入也比四年前增长了十倍 去年达到三亿元 为了推荐深圳的快速发展 我们请求发行在深圳流通的新货币 对人民币究竟印象有多大 目前在深圳流通三种货币 人民币 外汇券 港币 以港币为助 港币实际上也占了主导地位 单单农民的手里啊 估计就有一亿多港币啊 发现一种新的货币 对人民币的打击程度有多大啊 这个没有测算过 一定要慎重 另外 深圳土地收水 是否和香港一样 最近 一个玫瑰雪日酱 应该收土地水 否则 以后要吃大大亏 你们要研究一下 好 这是有关的数字统计 和深圳发展的前景报告 说明我们深圳呢 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同时呢 深圳特区在建设中 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和困难 目前呢 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小平同志 建立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 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深圳人民呢 早就盼望着您来看看 好让您放心 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信任 这个地方正在法战中 你讲的这些情况 我都装在脑子里 不过 咱们不发表意见 因为问题太复杂 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到外面看看 好好好 咱们放好 对